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經理,今天來到台中神鋼的飛魚底盤祭園 這裡在哪裡? 在台中神鋼的神清路126-11號 飛魚底盤祭園 那這裡的話是KT中區的經銷商 賣有開嗎?這裡有顯示到嗎? 有,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飛魚底盤祭園 它是KT的中區經銷商 這裡的場地非常的大 然後我先來介紹一下 這裡有很舒服的休息室 來,跟著經理一起進來 如果各位的車在這裡施工的話 各位就可以在現場稍微觀看一下 那也很歡迎到這裡很舒服的休息室 這邊 好,那今天最主要呢 是要來介紹特斯拉的Model 3 那Model 3的話 我們今天所安裝的一個版本呢 是道路版 KT的道路版 欸,好像遇到一個人了 來,剛好遇到我們KT的好朋友 來,我們跟各位朋友來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約大俠 今天我剛好也是過來啦 看我們這個特斯拉啦 我們來跟飛魚這個桌子 交流一下嗎? 對對對,技術交流 技術交流 你的店在哪裡? 對,我的店在桃園 這個平鎮金陵路2段281號那裡 那我這邊也有這個KT的試乘車嘛 大家比較知道我的話 就大概曉得說 西美八代 對,西美八代 西美八代可說明了 對對對,西美八代 還有一台就CRV的五代 好啊 那要那個試乘這個Artist的十二代 我也有 連Artist十二代都有 對對對 正門車款 馬自達的車款 欸,我岳母剛好也有一台 我們都換上我們的這個避震器啦 了解 對,那這個 好,來 如果啦,各位在北部的話 在桃園,在新竹 甚至是比較靠近龍坦平鎮這邊 都很歡迎我們找大俠 他的專業領域呢 對KT的銷售也一段 已經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跟經理現在所在的位置 飛魚一樣 都非常的專業 那如果你剛好在北部 也歡迎到我們大俠那邊 先試乘看看 先比較看看 再來做試乘 再來做那個安裝 好,那經理就開始介紹這台車了 好,OK,OK 好,謝謝,謝謝 那這台車的原廠避震器 我們拆下來 他前面的懸吊系統 跟經理自己所開的W213 有點接近 他前面是 一個雙A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是一個 多連桿的系統 那前面的一個避震器 他長得比較特殊 因為這台車 再退後一點點 這台車他有分 單馬達跟雙馬達 那簡單來說 用這個分可能比較複雜 簡單的來說 他有分二輪傳動 跟四輪傳動的系統 這台車是雙馬達 所以它是四輪傳動的系統 那四區跟二區的後面避震器是一樣的 可是前面的避震器的話 就不太一樣了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他一個特殊的形狀 這個地方就是要閃避 他前方傳動走 所以他的形式比較特別 可是如果二區 他的一個形式就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這個避震器的話 他的前面避震器有分 二傳跟四傳有兩種 那訂貨的時候 請店家請車主 都特別提醒一下 那個訂貨的一個系統 他的原廠的前面避震器 我們之前有一個 國外的客人有提供一個數據 他前面跟後面的彈簧K值 大概是10公斤左右 那今天裝到這台車上 KT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前方是12公斤 後面的話是打了一個大圈徑的 專用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11公斤 所以這台車有很多的零件 都是專用的 所以他的完工的價格 就稍微會高一點點 這台車是屬於特殊車款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原廠的一些配件 這台車原廠的配胎 應該不是這一條 這條輪胎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條輪胎是Portenac Sport 那Policstone他比較 這幾年比較新出的一個 一個算道路性能胎 我覺得用起來還不錯 他的排水還不錯 這個是他原廠的一個 上飾板 前面的一個飾板 那如果要調整前面阻尼的時候 他可能這個飾板要稍微先一下 才有辦法調整到 他前面的一個軟硬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原廠的前面的避震器 他原廠的前面避震器 這個一個特殊的機構 這裡就要傳動走的 所以他的結構 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那如果是丹馬達 二輪驅動的系統 這個地方就少掉傳動走 所以他這裡的局部 就不太一樣 那其他地方倒是一樣 這台車的拆裝 跟奧迪的A4B8B9系統 有一點相同 他需要把他上座 他的一個上面的三角界 這個地方 把這個拆下來 才有辦法拆得到 他前面的一個避震器 然後前方的話 配置的是200x12公斤的 前面的上座 這裡拍得到嗎 你鏡頭拉高應該可以 擺在這個地方 所以阻尼調整機構在這裡 他的一個前箱 電動車 他的純電車 他的前面的機構 也都跟一般的車不太一樣 本來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引擎 除非是保時捷 他的引擎可能中置或者是後置的 就不太一樣 這個是前面的系統 那這台車通常 為什麼要改避震器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這台車他的加速 其實算很快 所以他原廠的避震器 在阻尼的設定上 其實也是才一個over damping的設定 他的阻尼做的比較強 所以當他在台灣 道路品質比較不好的狀況之下 通常 尤其 我經理自己有做過一個朋友的後座 他的這台後座就比較不好做 因為他的阻尼回饋會比較直接 加上這台車的輪胎 跟旅圈的選擇的規格 尺碼比較大 所以他的路感回饋比較直接 造成後座乘客的一個乘坐的感覺 都會覺得比較顛 但其實 我也測過他原廠的主因值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只是 配置上他原廠的一個輪胎規格 還有加上他原廠建議的胎壓值 通常超過40個PSI 所以他的路面回饋就會非常的直接 那路面回饋比較直接 操控當然比較好 可是後座的乘客 就會覺得比較不舒服 如果有看過KT的影片 應該是很少數有把鼠泥 在改裝的流程當中 他的設定是比原廠還要軟的 這台車是我如果記憶中沒錯的話 應該是第三台還是第四台 第一台 冰是W205的C300 AMG的後面主泥桶 一樣是做下修的 第二台比較特別 第二台是韓國車 Elantra Sport的後面主泥 也是做下修 這台算是第三台 那一般會做改裝便宜 通常都是把主泥往上提升 這台車的彈簧公斤數 提升的幅度其實不多 可是主泥反倒是往下修的 所以這台車的設定整體起來的話 就會相對比原廠舒適 那KT有準備類似車款的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特斯拉的朋友來做試乘 如果有機會的話 經理也有可能會成為特斯拉的車主 那其實這類似的車款 也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也想更了解一下電動車的一個市場 剛剛介紹的是前面的部分 後方的懸吊系統 就跟一般的車款比較接近 它是一個多連桿的系統 那原廠的一個多連桿裡面 有豎腳跟陽腳 它的豎腳可以有一個偏心螺絲可以做調整 但陽腳的話就沒辦法做調整 跟很大部分的一個多連桿的車款都類似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改裝呢 除了改裝陽腳可調的機構之外 也把豎腳跟陽腳 這個是豎腳這個是陽腳 都改成一個可調式的 所以不論你降到什麼樣的幅度 大概暢燃或者是原廠的車高 這樣的調整方式 跟區間範圍都對應得到 那在避震器的部分的話 它的設計應該跟W213或W205有點接近 可是它的彈簧才大圈徑的 所以它的調整機構也非常大一顆 那這種彈簧一樣的K值之下 它的路感回饋就會比較沒有像 賓4205或者是F30的一個系統 因為它的圈徑比較小 這種系統就會比較好做一點點 所以這條彈簧啊 是為了這台車所專門去做開發的 所以乘坐感上 再加上這個桶針 它的行程啊 什麼是行程 這個活塞感 看得到的這個活塞感就是行程 這個活塞感叫行程 那KT的這台車的後面行程啊 長達179mm 就是大概接近18公分左右 所以它做出的長行程 搭配它後方專用規格的彈簧 所以能夠營造出能夠符合大多數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車主的需求 那也就是做了這些改變之後 它的一個乘坐感覺 才能夠比較迎合大部分的車主 那後方的阻尼調整的機構啊 在避震器桶針的上方 這裡有一個原廠的上座 上座是需要沿用的哦 在上座下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所以可以在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那這一台車的一個設定的話 也不要把桶生縮得太短 把彈簧預載的過多 彈簧預載的過多 就會有安裝上比較容易有安裝上的失誤 可是我經理最近有看到其他品牌也好的影片 其實這個並不是所有的一個設定呢 都是採一個稍微預壓5mm的一個設定 還是得要看它彈簧的設計 跟桶生阻尼的行程設計 來做一個決定 像是KT的RAV5代啊 那這一台車 因為我們所設定的彈簧規格 它是採取低標 為什麼不採取中間 為什麼不採取高標 因為這台車原廠它的主鈴 跟彈簧就配置的相當軟 如果我們把它採中標 甚至是高標的彈簧 大部分的車主 在習慣了原廠軟硬度之後 做了這樣的避震器 就會覺得回饋感太大 所以我們把彈簧的K字啊 把它設定成D標 那設定成D標 它的彈簧預載值就會稍微高一點點 所以這個 都是 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公式 但是拖一幣的系統 譬如說Yaris、Swift 這種小車拖一幣的系統 它的彈簧通常就不會預載過多 大概壓個3-5mm就好了 那這些的安裝細節啊 在KT的一個經銷體系裡面 其實都教育的非常成功 就不太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那如果你安裝了其他品牌 也很歡迎詢問我們 KT的一個銷售或者是服務的體系 他們對這些的安裝細節都非常清楚 好 那這一台車也大概已經安裝完整 我們剛剛看到好像有一台 這裡是飛魚底盤嘛 所以這裡也有安裝很多的氣壓避震器 甚至是後面的這台車是 Empressor GC8 這一台正準備參加台灣的拉力賽事 所以在避震器的設定上也準備好了 正要上車然後做一個調教 這種的設定跟一般的 這個像今天所介紹的 又不太一樣 這台車 因為他要跑拉力賽事 有可能飛個大概50公分一公尺 再降下來 所以我們在YouTube上面 如果打拉力賽事的話 其實有國外很多影片 那這台車的設定 就才一個長行程的設定 彈簧也加長 行程也加長 所以他的車高不是像一般的轎車 可能會降到一指半指甚至昌人之類的 所以設定有不一樣 那這台車的一個阻尼調整 它是有外掛單氣瓶 所以它正常我們一般是調整這裡 它是調整回彈的樹里 這台車它有兩個回路 所以這個地方是調整它的壓縮值的阻尼 所以這個是雙回路都可以調整的 剛好有這台車 所以就帶個影片 跟大家做一下簡單的介紹 那也有準備了這台車 這台車這個飛魚底盤技能 裝太多了氣壓系統 這台車就是帥氣的氣壓 那為什麼氣壓還會那麼高 其實是準備交車 我們在安裝完畢了 準備交車做一個壓力的測試 那帥氣的氣壓 我切個手機的手電筒 大家可以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就是氣壓的系統 它的儲氣瓶 然後有一個Pump 那這個還在測試當中 所以我經理就不動它了 我就大概讓大家看一下 那這台車也能夠降的 因為氣壓嘛 所以它能降低的幅度是非常多 如果大家有想要試乘氣壓的 的一個乘坐的感覺 歡迎來這裡找飛魚 那KT的氣壓其實會比一般的 好做的原因就是因為KT是做 筒身起家的 所以搭配上系統的話 它的筒身設定跟一般搭配彈簧的 這個阻尼設置其實不太一樣的 我舉一個例來說 像賓式的W213 它原廠有分氣壓的 也有分彈簧式的 它的阻尼配置兩個就不太一樣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了解一下 像這樣設定 為什麼原廠會做不一樣 因為彈簧的壓縮值 阻尼值 T值跟C值跟氣壓 它所需要的真的就不一樣 所以搭配起來會好做 有很多的原因但是 經理自己講沒有稅福利 老王賣瓜 所以不論在我們 北區的經銷好像也有 那個氣壓的試乘車 KT中序的工廠也有 那在飛魚底板這裡 也有很多台 可以來提供給各位來做試乘 來做比較 那今天的一個最主要介紹 還是介紹我們特斯拉 那如果 如果各位 有想要更了解這台車的話 那歡迎留言 請你會針對這台車來做一個介紹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